绚丽的瀑布与花朵构筑出梦幻般的场景 置身其中随花朵绽放凋零 感受季节变幻与自然万物的循环不息 来自日本的数位媒体艺术团队TINGLAB 巡回世界各国展出造成轰动 受到疫情影响日本展出延期 而原定暑假再度来台展出 也延至10月份登场 要让台湾民众就算不能出国 也能欣赏到国际级的互动艺术展览 占地近700平空间的TINGLAB 未来游乐园与花共生的动物们特展 总共规划九大展区 并且首度在台展出与花共生的动物们二 由四季绽放的花朵形成动物 参观者碰触花朵时 动物也会随着花朵逐渐消失 透过触摸的互动过程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 展场中还有最新升级版的天才跳房子 以包覆式的视觉空间串联 跳跃在连续的图案上 延伸出互动影像变化 结合活泼的音乐旋律 增加共感体验 而涂鸦自然 迷失沉浸与重生 参观者可以和里面的生物 共同创造出生态圈 每一刻都是不同的面貌 展现无比的互动趣味 TINGLAB是由艺术家 工程师 动画师等各个领域专家 组成的艺术团队 结合科技艺术互动等元素 让参观者透过体验共创活动 创造出无限的想象力 时尚最美的互动展TINGLAB 未来游乐园 与花共生的动物们 将于10月8号 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展出到2022年2月28号 喜爱TINGLAB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 这场超现实的梦幻展览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